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太岁的由来民间团说 太岁为凶星 起源自木星又名岁星 又有称主四季寒暑或十二时辰之神为太岁的说法 中国古代相信天人感应 透过对日月星辰的观察 认为星体的光运亮度改变 日月时以及星体的排列方式与运行方向都是事情发生的征兆 对应到人世间的吉凶祸福 逐渐衍生为对星辰的信仰 并加以神格化 碎星亦在其中 然而 太岁起源的确切时间点已经难以考据 但从相关的文献记载中可以略知一二 李济运令 历春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经诸侯大夫 以迎春于东郊 东汉经学家郑玄著称 王居明堂为李月 出五里迎岁 盖因李也 虽然无法确定东汉学者所言是否正确 但保守古迹太岁信仰 大概可以追溯至西州时期 根据出土于陕西临同的西州青铜器 历轨上明文纪曰 无征商 追甲子朝 碎顶客婚奏诱商 武指西州武王 于法商墓也之战的甲子日这天 因遂兴当位而战胜告解 后世的国语 循子 史记等典籍都有记载 避遂一世 攻打遂当之国必败 对于先秦两汉的军事决策 具有不可小觑的影响力 不过 此时仍然将太岁和穗星混为一谈 到了战国时代晚期 才逐渐将太岁取代穗星 从必穗星变成必太岁 至汉武历时 太岁才从穗星的观念中分化出来取得独立 简单来说 穗星就是主 或说吉凶的星辰 从星辰 小说人物到掌握吉凶的神灵 除了中国古代天文学上的星辰 其实 太岁离中国人并不遥远 以宋代化本大宋宣和仪史为基础 所发展出的张回小说 又被誉为中国文学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 书中记述阮氏三雄的老大阮小二 除了后来 出任梁山伯东南水寨水军头领 在天罡星中 作次为第二十七的天剑星 其江湖魂号立地太岁 代表此人凶悍无比 平常人不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惹不起 如同地面上的太岁星 再如成书于明代的神魔张回小说《风神演义》 书中记载江子牙辅佐周五王姬发灭伤之后 奉太上老君与原始天尊 赤令前往封神台策封众神 其中商周王之长子 商朝 太子殷骄被封为执年岁君太岁之神 江州镇王的元商朝上 大夫扬任 被封为贾子太岁之神 所属部下又有十位之日众星 如增服神汉独龙 损服神靴恶虎 任务除了循州天兴旭度数 一脚查人间过往迁游 以及考察人世间的过失与罪过 掌管吉凶祸福 这也代表了明代民间 已将太岁视为神界对人界的监察神 并与运势相挂钩 然而 《风神演义》中记载的太岁部神 总计只有十二位 与后来一六十甲子衍生出了六十位直年太岁新君 总数上仍有差距 历史上的安太岁习俗中国传统以农历国 向来相当注重春耕时节 以求秋季丰收 说农产欠收 将有可能影响政权的稳固 所以 如明清时期 帝王每年重春亥日 便会至仙农坛祭祀 并亲耕又称吉田 表示 皇家对农业的重视 清代时更将春耕礼食用的土牛 祭祀对向盲神春神格 太岁等三者集神合而为一 位于金北京市西城区的仙农坛中 就设有太岁殿 代表太岁与春天祭祀农神的直接关系 此外 北京白云关更奉四有六十元陈神 随着中国结束地址 帝王立春祭土牛 太岁